海德堡要理问答 是属灵教育的指南 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的缘由和内容 问题三十 那么那些深称相信耶稣是他们唯一的救助 却想要从圣徒本身所行的 或从其他地方寻找拯救和福祉的人 是真的相信独一的救主耶稣吗 回答 不 他们没有真正的相信 虽然他们以言语自夸他们是属他的 但却在行为上否认独一的救主耶稣 因为下列的两件事中 必定有一件事真的 那就是 除非耶稣不是一位完全的救主 否则 凡借着真实的信心 接受这位救主的 就必定在他里面 寻得一切凡为他们救恩所必须的东西 今天的问答所要回应的是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 我相信耶稣 我接受了耶稣 但是好像其他方面的神明 也可以稍微理解或接纳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是真正的接受了独一的真神 独一的救主耶稣 因为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 然后呢 我们加了一些其他的信仰 或者是其他的宗教 在我们信仰里面 这个问题就大了 因为声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但同时呢 在生活当中或在行为上面 却又接触其他的宗教 并且也真相信他们多多少少 可以帮助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 那我们的信仰就产生问题了 这样子的信仰 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 也不是真正的接受耶稣 作为唯一的救主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或者我们信仰的里程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想说 多一个一定是好一点 多拜当然就多保佑嘛 宁可挫败不能漏败 这种思想呢 常常影响着我们在 对于耶稣基督独一的救主的信念上面 因为我们总觉得多多少少 多找一些神明来保佑 总比少一些神明要来得好 但错了 事实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可以经历到的就是 真正有效的药 只要一铁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效的 你喝了再多 吃了再多 打了再多的药 都没有用 没有效 再多是没有用的 有效 一增见效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也是要面对这样一个挑战 到底是不是真相信 耶稣就圣在位独一的救主 如果不是这样真相信的话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或多或少 我们就显露出来 对神的不忠心 或者对主的不信任 因为我们想说 或者别人所拜的 我也可以稍微参悟一下 理解一下 但这样子的做法 就表示对神的不信赖 不信靠 当我们不再信任 不再信靠 这位独一真神的时候 神的作为 自然就不能够彰显 因为真的彰显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归荣耀给他 我们会说 那是因为我们 拜了其他的神 或者用了其他的方法 所以在信仰的功课当中 我们必须坚定的相信 唯一的救主是耶稣基督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如果我们还想寻求 其他的方法 或者有其他的神明的话 我们不仅仅信仰 不够忠诚 更重要是 我们的信心 已经产生了杂质 所以在今天的问答当中 必须要确认 我们除了耶稣基督 是独一的救主 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之外 再无其他可信来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